主料,腊肉200克,菜花250克,辅料,盐,胡萝卜,黑木耳,蒜头,生姜,生抽,料酒,干辣椒,鸡精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腊肉放开水里稍微煮一会,腊肉切片,生姜切片,干辣椒切断,蒜头切片,黑木耳提前泡发,菜花切香度洗干净, 放开水里焯一下,炒锅放入腊肉煸出油汁,放入蒜头和干辣椒爆香,放入胡萝卜和菜花,放入黑木耳,调入生抽嫩煮,菜花满酥调入料酒,调入少许甜巴和鸡精出锅,烹饪技巧,长时间保存的腊肉尚会寄生一种肉毒感菌,它的牙包对高温高压和强酸的耐力很强,急易通过微长粘膜进入人体, 仅数小时或一两天就会引起中毒,有较重的哈拉味和严重变色的烂肉不能食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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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